那么下面呢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如何绘制散点图 那么绘制散点图这一块呢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需求 通过这个需求录处来 我们来做一下三年多的绘制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通过爬虫爬到了 3月2016年的3月份和6月份 白天的最高气温 分别位于表位和表壁 那么如何寻找出气温随时间变化了和的规律 大家看到 气温随时间变化了和的规律 对不对 A表和B表分别是3月份和10月份 那么数据来源在这里 后面数据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最终要画出来的图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样子的 这个红色线是我自己后续画上去的 主要是这个图 3月份温度 10月份温度是这个样子的 能看出来吗 我们就要打出这样的效果 大家看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是什么呀 我在一个图形上面 困着几个图呀 困着几次呀 两次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不然它不会出现这样两个图例 对不对 不然只会有一个图例 对不对 能理解 然后呢 使用方法的时候呢 就是用scatter这个方法 s-a-t-t-e-r这个方法 就是来绘制三连图的 然后这三连图的时候呢 只用传入XOY就行了 就我们之前plot一样 传入XOY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先拿3月份这个数据为例 来去看一下 如何会是这样一个三连图 这是配极三连图 这是配极三连图 从马尔普洋里布 先换一下环境 PLOT 对不对 from marts plots nip import front manager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做下面的事情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复制过来 比如说我们就先画A3月份这个数据 我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X3 表示3月份 这叫X10 表示10月份 那么3月份有多少天啊 31天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挥着这样一个三点读 X这会是什么 Y6是什么呢 和之前一样 对不对 3月份的时间分的气温应该会是在Y9上 气温应该是Y 时间应该是X 对不对 所以这里写错了对吧 这应该是Y3和什么呀 Y10对不对 嗯 那么X应该是什么呢 软件什么呀 1到32 0到31 是不是都是可以呀 因为最终我们要显示的并不是0到30 这几个数 对吧 而我们要显示的是 所以我们写 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我们交用 prg.scatter C7 T1 然后呢我们把X和Y 这样是三传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展示 对不对 展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会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后续我们画过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 先去简单画一个草图 然后看一下效果是如何 然后再决定后续该怎么做 我们看一下这些画出来的 简单吧 和之前一样只换了一个方法而已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图呢有点丑有点猥琐 我们现在一方面要把图放大 放大 大家非常清楚 如果是图形大小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10月份的这个图呢 也挥着上去 对吧 那可能我们不能够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一下图形大小 设置 那pltlt.figure 对不对 然后呢 Figure size 然后比如说28 然后dpi 比如说叫80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再来Prot一下 scatter 然后呢把X传进去 Y10传进去 大家觉得这样合适吗 大家到时候可以猜一下 这个时候汇出出来的XOY 它会怎么样呀 这两个图形会怎么样 重新到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X9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为了让X9不重新到一起 我们该怎么办呢 X9要往右移 对不对 后面这个10月份的要往右移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比如这里我们叫X3 我们再写个X10 等于Rain级 比如说叫51 加上50多少 82 这不是可以了呀 这不是也是31天呀 不是离到82 会数数吗 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啊 X3 X10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来混质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分开了呀 看一下吧 这地方是不是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呀 如果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个地方我们都用X3 肯定这个黄色这个点呢 和蓝色这个点 会重新到一起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把这个画完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 X轴 我们还得调整 对不对 那X轴该怎么调整呢 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也是XX呀 调整 X 轴的 刻度 刻度怎么调呢 就PLT.XTX 然后传入 两个参数 第一个前面是X 后面那个是 对了这部串 对不对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前面这个X 应该是什么呢 -X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是 List X-3 加上 加上 List X-10呀 为什么应该是它呢 它两个相加 中间是不是刚好缺了 32到50类对于数字呀 如果说我们直接从1到81 那么 是不是现在就变成了81个数啊 而我们要 要展示这个点一共是62个数 所以不能这样子 我们也需要62个点 对不对 所以刚好 两个月份 一个月份31个点 这两个月份相加才是可以的 而不应该直接润解1到82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然后呢 这是X 那X画完之后呢 Xtick Nabels 应该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里写 i for i1 x-3 那这个i呢 比如说我们就要 for 4 4 不错 这是 3月1号 3月2号 这种形式 对不对 就是3月 多少日 对不对 4month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但是还没写完 我们正常的加等于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加上什么呢 10月份来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改一改就可以了 就是10月份 对吧 那么 4 i跟10 在X10呢 里面每个i的都是从51开始的 所以这应该前50 对吧 是不是应该前50呀 i是从51开始的 一直到81 对不对 所以应该前50就是从1开始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所以说前面就是-X x 后面就是-X cheek labels 对不对 lab eis 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呀 能看明白吗 这对数字和上面这对数字 自不穿一起一一对立马 然后汇制出来 那汇制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中文能够显示太密集 这些都是问题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要设置下字体啊 自己的话就要干什么呀 FCCountlist对不对 这都出来了对不对 昨天出不来 浪费于ZX去 那比如说了 我们把这个字体拿回去 随便附着一个就可以了 实力化于FoundManager MyFound 等于FoundProperty.FoundManager FoundManager FoundProperty FNAME 等于它粘贴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在这用一下它 加一个FoundProperty 等于MyFound 然后呢 我们需要location一下 对不对 ROTTLE 等于45度 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不行 我们再调整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丑啊 为什么这么丑呢 因为太密集了 对不对 那我们会想办法 把它调到虚数一点 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们对它取个不长 是不是去FoundPro 就可以取不长了呀 取个3 那后面也要取3 对不对 他们才能保证他们大小是一样的 这样是不是就好看了一些呀 大家看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图差不多就画完了 除了X轴表什么 Y轴表什么 整个图表什么 没有画之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加上去 应该是什么呀 描述信息对不对 添加描述信息 那PLT.XLabel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时间 像PLT.XLabel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呀 温度对不对 PLT.Title 这是标题对不对 这不多写了 标题 那么我把这个FoundProperty 给放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可以之后呢 还有一个细节 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添加个图例呀 图例 图例该怎么添加呢 我们是不是在会计的时候 需要给它添加东西啊 比如这样Nabel Label 等于3月份 那后面这个呢 就是Nabel等于10月份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 PLT.Legend 对不对 添加图例对吧 添加图例 那就是PLT.Legend 那就是PLT.Legend RGND 然后这里面干什么呢 LC 等于 比如说我想 那是Upper Left 还记得吧 然后呢还有什么呀 PLT 是不是要写上呀 等于MyFound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呀 再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时间 然后呢这个Title 标题都汇出来了 图例也汇出来了 对不对 中文正常显示了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数据的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在3月份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增长 它整个这个最高气温是呈现一种 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 对不对 在12分的时候呢 它呈现一种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 对吧 大致能够的中间画掉线 来理合一下 就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这边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可以画掉线 那当然呢这两个点呢 好像变得有些错误 可能在3月2号到3号的时候呢 这个气温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那么在3月7号 8号9号10号的时候呢 相对说比正常水平要低一些 对不对 所以整个图呢它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图呢 倒是比较比较规律比较明显 除了在这个12月的22 23号这一天 那这点比较低之外 实际上都是比较正常 对吧 这个图来到这里我们就画完了 那这个时候画完之后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后我们之前 绘制一个折线组 是没有任何的太大的区别的 唯有区别的在这地方 之前是plot 现在变成了scatter 就这地方一个地方区别 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写下注释 是使用c7方法绘制散点图 和之前绘制转线图的唯一区别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吧 这个应该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希望大家能不能上课 把这些知识都给消化了 然后下课就不用在这上面操心了 对不对 这是关于绘制散点图 到这呢我们就把 关于绘制散点图给想完了 也是非常简单的 刚刚我们也绘制了两条 两次散点图 发现效果来和我们之前绘制 绘制验图是一样的 那么在散点图这里呢 我们经常也有些更多的用场景 比如说在不同之间 不同条件之间 它们一种对待联系 我们可以通过 或者散点图来观察 然后呢还可以干什么呢 观察这个数据之间的 这种一散或者聚合程度 也是可以通过 这个散点图来观察的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呢 都非常非常的完美 那么可能 它这些数据都集中在 在这个红色一条点上 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下 可能很多时候并不会这样子 那么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图 如果说右边这个图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这样一个中间这个数很线的 这个红色的线呢 也都比较开一些 所以看到 他们这个数据呢 遗产程度会更高一些 对不对 或者变化情况 可能更大一些 或者上下变化的幅度呢 可能会更大一些 就这个样子的 这是关于绘制散点图 非常简单 那么 学习完绘制散点图之后呢 我们要来学习一个 绘制调性图 这样一个方法 绘制调性图 这个方法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